南陶县环保局跟村里社区合作办理 低碳永续行动项目释放计划 国立民众多多食用在地的食材 以及共餐的活动 除了让身体比较健康以外 也可以达到环保爱地球的目的 清淡健康啊 吃得很清爽啊 这个甩狗对人体比较好啊 我们跟富州社区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千千后后 我们都有一起来做一个参访 还有拜访他们做一个辅导 那千千后应该有一年多了 其实后来我们也有是 渐进式的一个辅导 所以才有机会可以辅导他们 来参加这次的计划这样子 主要是就是 现在就是节能减碳的社会嘛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推广 就是少吃肉多吃菜 然后看可不可以帮助到我们社会 看可不可以就是达到一个 节能减碳的一个效益这样子 配合计划 富州社区在今天也特别举办成果发表 除了原本社区准备基本的共餐项目以外 也特别请社区长者 一人带一样菜来交流 长辈拿出自己的拿手菜 分享健康饮食给大家 我们自己煮就都是食材 大部分都食材啊 就是地瓜啊 洋葱啊 杏鲍菇啊 对啊 里面就自己煮的东西 那鸡肉又是比较 比较好 我们就在那个传统市场 早上的那个 现在的那个鸡 买鸡胸肉 下来盐 盐蛋白 盐一盐它就比较软 这个价位就是说希望 我们用在地的这个 露林菜品的这个菜 以及我们这个是 他们每天在共产这个关联 来改变到他们的音色 所以呢 今年提供的就是 希望是属于 熟悉的这个价位 就是说生活是 一天呢 人差不多要 收菜这个部分 大概要三分 两分的资格 慢慢建立他们的观念 改变他们的音色的习惯 让他们的能够吃越健康 在地饮食以及共餐服务 对于节能减碳 有很大的帮助 透过宣导 希望可以让健康蔬食料理 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 一起来响应 央打老来吃饭好吗 好 接下来廖伟林 南投县采访报道